最近好多学员都在问咨询师 老师,听完课后收获很大 我感觉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时间不够用 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又要学习 我该怎么提升自己的效率呢? 其实啊,在婚姻中 女性要面临多重的关系 妻子,儿媳,女儿,母亲等等 每天面对多重关系,多重角色,多重任务 挑战与压力,可想而知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本提高效能的书 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或看过这本书 是一本非常有名的畅销书 那么怎么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应用到我们女性的生活中 让自己成为一名高效能妻子呢? 下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第一个习惯是积极主动 很多女性在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被动 等着被追求 等着被爱,被关心,被照顾 但是一旦对方给的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马上就会生气,难过,痛苦 更重要的是,还耽误了事儿 所以啊,如果你想得到自己想要的 想快速解决问题 必须学会四个字 积极主动 主动出击 不要被动的去适应环境 要勇于创造家庭环境 营造你想要的家庭氛围 但不是等对方来创造 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你越是积极主动 你对关系 对家庭的控制权 就越高 比如电视剧《沿洗攻略》里的魏英洛 他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人 他永远都是积极主动地改变环境 而环境也真的会被他改变 当你对自己有信心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能够积极主动地去争取 你就能够学习第二个习惯 以忠为识 第二个习惯是以忠为识 还是说回魏英洛 我们都知道他当时进宫当宫女 就是为了给姐姐报仇 之后给皇上当妃子 是为了给皇后报仇 伸张正义 当别的妃子 宫女为一些小事争闹得不可开交时 他一直努力地为自己的目标做打算 从来不会因为外界而改变 这就是以忠为识 目标导向 也正因如此 最后魏英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以忠为识呢 是为了让我们把自己的目光 紧紧地锁定在我们的目标上 让自己不断地被 我想要这个目标所强化 驱使自己的行为不断向前 女性在婚姻中也是一样 多一些计划性 多一些目标 并学会以始为终 才能把事业和家庭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你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 并以终为始的时候 你就能做到第三个习惯 要事第一 第三个习惯是要事第一 当过妈妈的人一定都体会过一个词 叫手忙脚乱 你正煮着饭呢 孩子突然哭了 这时候突然又有人敲门 你打算去抱孩子 不小心打翻了锅 很多事情同时出现在你面前 你可能一下子就慌了 焦头烂额 手忙脚乱地去处理 在工作中生活中 女性也容易这样 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 都抓不住重点 正在好好上班 老板要个文件 同事让帮个忙 自己马上就去做了 最终花费了很多时间 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却没有完成 这是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决定的 决定我们总是会做一个消防车妈妈 就是哪里有火就哪里 做的都是紧急的事 却没有完成真的重要的东西 所以呢 要想提升效率 最重要的是妻子需要做到要事第一 什么是要事第一呢 大家都知道那个特别出名的时间四项线 重要紧急 重要不紧急 紧急不重要 不重要不紧急 按照这样的顺序 在自己时间精力都充沛的时候 优先处理重要紧急的事情 这样你会发现重要的事永远都能被做完 作为新时代女性的我们 最好也都想想 我现在最重要紧急的事情是什么 我见过很多女孩子来我们这里报名学习 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以至于三十多岁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也不知道怎么去吸引和追求 需要在咨询师手把手的指导下一点点的改变 希望大家在美好的年华 也别忘记去爱 更多爱的方法 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来学习 他们每天都会免费的在朋友圈做一些分享 也会不定期的赠送一些免费的课程 助理咨询师的微信是 恋爱成长006 第四个习惯是双赢思维 很多婚姻的现状是 夫妻两个本来想说事 结果呢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情都会被提出来 不但事没解决 感情也越来越差 他们为什么要吵个没完呢 为了赢 准确的说是为了自己能赢 我之前还接过一个来挽回的男生 我问你们之间的冲突状况 他说我们吵架我从来没输过 我当时就无语了 直接跟他说 怪不得你被分手 你需要赢 你不喜欢输 对方也一样 感情里不应该分对错分输赢 而是要双赢 关系是一个相互寻求平衡的过程 爱的天平不可能总是往一边倾斜 所以我们需要必须去遵守第四个习惯 也就是寻求双赢 那怎样达到双赢呢 需要我们在意识上做如下的改变 1. 我们在描述问题和选择时 考虑的重点从我变成我们 2. 从满足我的需求到满足彼此的需求 3. 从我要在婚姻中感到舒服 到我们一起在婚姻中感到舒服自在 第五个习惯是知彼解己 人际沟通中关键和重要的原则是知彼解己 跟一个人交往 想影响对方 重要的是了解对方 请注意 这里是把了解别人放在首位 以往我们的习惯是 把让别人了解自己放在首位 想了解对方不是靠说 不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是倾听 从共情的倾听中 理解对方的感受 想法 目的 这就需要我们做到 移情倾听 移情倾听是指 以理解为目的的聆听 要求听者站在说话者的角度 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感受 移情聆听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是复数对方的话 第二加入解释 用自己的话表达 第三 渗入个人感觉 学着体会对方的感受 第四 既对这种感受 加以解释 通过移情倾听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 让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 减少吵架 提升沟通效率 而在我们的咨询中 我发现很多女孩子道理都很懂 但是呢 实际生活中却不能够换位思考 不懂伴侣或者喜欢的人的心理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和我的助理一对一的沟通一下 我们有一些免费的直播课 是针对粉丝们最近常见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小助理参加 第六个习惯是统合宗效 有一个故事 孩子想搬走一块石头 对爸爸说 石头太大了 我搬不动 爸爸说 你可以用尽你所有的力量去挪 于是呢 这个孩子就想了很多的办法 用铁仙 用铲子 用小推车等等 忙活到天黑了 还是没有挪动石头 就特别沮丧地说 爸爸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都没有挪动石头 爸爸问 儿子 你确定用尽所有力量了吗 孩子说 是的 这时候爸爸走过来 弯下腰 用力抱起那块大石头说 儿子 你可以请求我的帮忙呀 很显然 孩子当时并没有把爸爸的力量和帮助 也看成是自己可以使用的力量 花了一天也没有搬走 其实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的 要学会找到身边的资源 找到别人身上的发光点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我们可以在相互学习中 让效益最大化 效能最高化 所以 不要在婚姻里 一个人孤军奋战 要学会征求家人的意见和帮助 比如 累的时候 可以请老公带孩子 让保洁帮忙 做家务等等 他们做不好 你可以教 而不是直接排斥他们的协助 这样 你才能更有精力 做更重要的事情 第七个习惯是不断更新 女生们都喜欢问 为什么她不像以前 对我那么好了 为什么孩子现在变得 跟以前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们的感情 越来越平淡了 这些问题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变化 这些人 事物 都随着时间的变化 而发生了变化 当事物都发生变化时 你还用老方法去对待他们 自然行不通 要明白的是 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 我们也不需要 不断地自我更新 自我成长